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在開始談後疫情的中國 後疫情的美中關係 或者說世界經濟 那麼現在我們會發現 這個疫情造成的第一個現象 叫做全球化的逆轉 因為過去幾十年來 我們都在走的是全球化 美國主導了這個全球化浪潮 到最後呢 硬體製造業移到中國 軟體業移到外包到印度 那當然還有墨西哥 或者印尼 或者其他地方 就是可能有些東歐的國家 像我們郭台銘好像也有去東歐投資 那這個全球化重新布局 這個潮流現在被這一次疫情逆轉 為什麼呢 那大家有私底的國家隊 為什麼 因為大家發現一個問題 過度依賴中國 毛病出來了 所以現在美國自己的口罩 防護衣 抗生素 各種醫療用的物資 居然都是中國製造 所以現在發現太多的東西 中國製造的結果 恍而出現了所謂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這一次的疫情讓大家打醒了 就是說以前只考慮貿易上的經濟利益 可是現在要開始考慮到安全 國家安全 所以即便那個油價也是一樣 考慮到能源的安全 現在以後後面還有糧食的安全 所以考慮到安全的話 必須分散風險 不能全部往中國集中 那麼這個事情 我們如果看中國的話 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發生之前 有三件事在進行 第一件事情就是經濟成長要常態化 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成長 因為它這種是典型的落後追趕成長 就跟日本、台灣、韓國走過的路一樣 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百分之八、百分之六、百分之四 一直降下來 這個是正常的 可是他們現在為了撐這個GDP成長率 硬去搞很多的財政刺激 反而把鋼鐵造成產能過剩 還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等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常態化 然後會不會讓它擔心下一個問題 就是它能不能跨過所謂中等所得陷阱 那現在疫情下來 我看這個問題可能是很嚴重的 大概跨不過去 就是第一個問題 在經濟增長常態化之下 如何來跨越中等所得陷阱 這是在疫情發生前的第一個課題 第一個課題就是美中貿易戰 造成外來投資要撤離 然後美國要跟中國脫鉤 那麼這個事情在進行中 再來第三個就是 其實從今年開始 出現一個問題叫做還債的高峰期 所以現在很多包括國營企業的海外 就是美元債務都準備違約 然後這個債務危機 或者去槓桿的問題可能會冒出來 本來有這三件事情 然後在這個背景下 冒出一個武漢疫情 所以我們現在看後疫情的中國 實在是很難處理 可是就像社長剛剛你講的 習近平好像沒事 原來習近平有一套論述 或者有一套思維 可以把黨內擺平 就是他們在賭一件事情 那個我把它稱為 雙輸加制度優勢 什麼叫雙輸呢 就是說我們平常考慮的都是雙贏 你得利我得利我們來成交 可是他想的是反過來 就是說我中國經濟崩潰 我把全世界景氣拉下來 我把美國經濟拉下來 讓你跌百分之十 你美國股市大跌 我看你川普怎麼選 類似這種概念 因為他整個打貿易戰 最後只剩一招 就是把川普幹掉 所以要把美國拉下來 不惜讓中國經濟自己崩壞 沒在怕 他說什麼 我們了不起回到計畫經濟 我們老百姓可以吃草 對這樣子 就是說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 他可能可以搬出他的制度優勢 他是極權專制的體制 你美國是民主體制 可是現在發現制度優勢進入第二階段 就是什麼 對付疫情 我可以直接下令封城 你美國的話 民主制度可能要議會表決或幹嘛 我專制體制的話 我可以快速 武漢封城很有效 在歐美封城效果會打折 對 就是說他可以用他的極權專制體制 來處理疫情 強制的封閉隔離等等這樣子 所以他在對抗疫情方面 他也要展現他的制度優勢 然後問題是現在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他 習近平等於在告訴中共內部 怎麼樣來應對這個貿易戰 原來貿易戰習近平不想來簽 不得不簽 然後就只好派劉鶴來簽 因為他怕他簽的話 會被人家上選入國 會被黨內攻擊 那為什麼不想簽 最後還簽了 原來後面有一招 就是武漢疫情 他在1月15號簽貿易協議的時候 已經知道有武漢疫情 他甚至於後來還說 在1月7號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 已經在對抗疫情提出工作要求 其實他真正講的話 據說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破壞春節的歡樂氣氛 不要製造恐慌心理 所以大家都知道要隱瞞疫情 可是他現在改口了 說他有對武漢疫情提出工作要求 那是什麼內容沒有講對不對 可是問題在於說時間點 1月7號就在1月15號之前 開政治局會議就是討論的是 要不要接這個貿易協議 所以他去簽貿易協議的時候 已經知道有武漢疫情 所以簽完之後18號20號 馬上封城了宣布 承認可以人傳人 然後他要用貿易協議裡面的 第七章第六條第二款 不可抗力的天然災害 然後來重新談 所以他那個貿易協議 其實等於百千 那現在川普等於說不行不行 要照執行 照張這個執行 那現在看起來 習近平有這個武漢疫情 有這個所謂雙輸加制度優勢 來對抗美國的壓力 現在川普頭髮毛衣袖 那川普沒有想到玩這一招 所以你看美股的 從2萬9直接掉到1萬9 急劇的快速的下跌 這個前所未見 這種跌法也前所未見 你經濟不好 你慢慢跌OK 500點800點就算了 你不是一天跌 兩天點三天跌 一個禮拜三次 還是四次熔斷 這種跌法沒必要 所以他這種情況 就像市長講的 跌回川普的起跑點 川普也前所未見 所以對現在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美國也爆發 那這個就完全符合 習近平如果是他 啟動這個生物戰 來迎戰這個貿易戰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符合習近平的 這個作戰規劃 所以他內部可以穩住 大家看看結果 如果結果不行的話 他才會有真的危機 如果他現在萬一照 習近平的那個規劃的方向 在走的話 他恍而沒事 所以我們現在看出來 這個貿易戰 逼出了生物戰以後 的確改變我們這個大國的關係 大國博弈出現新的局面 對 以前是追求雙贏 我們來譬如說全球化的結果 中國是受益國 美國也是受益者 全球化之下 美國跟中國是雙贏的 然後現在不行 不行 倒過來變成搞雙輸 看看誰能夠撐得住 這種概念呢 是韓戰那個概念 中共打韓戰的時候 他所有裝備都輸美國 可是打到最後的話 38度線 等於是核局 對他來講 他就是贏了 所以他用這個概念 他承受能力夠 他跟美國玩這種雙輸 他的條件是他有制度優勢 他集權專制 雙輸 這個是另外一個想法 我第一次聽到 好